歡迎繼續收看開播大中華新聞 鄉親我們繼續來看 我們吃白白的通常都會破的這個酒櫃 也是一種煮湯和才是蒸魚丁料理 用來拿米的一款實材 駕在社區每年只要到白龍櫃的採集 這社區的媽媽 對主持社會 來告訴社區用傳統的講話 帶行這個古早米的酒櫃 夏天是貴哥雷祖部生產的規則 這個時尊 剛才沒有營運輸以外 駕在社區的婆婆媽還會主動到社區一盒 大家只會來用傳統的手法洗骨子 200斤的白龍櫃 大家分到合作 有的父子打骨子 有的父子就能靠清洗 這要靠清洗 那靠不清洗 那還可以 然後開始清洗 接下來這個三眼下去熱 出色非常多 開到 這幾分 很好 現在我長大二十五的就死了 不知道 二十幾個也不知道 現在長大那些是老父母在死 每天都要死 因為長輩都會來盜養 其實這個年輕人如果沒有學也不孝 人家說那天學一天 如果要學也沒有什麼時候學 就跟他們說怎麼用就孝 酒粿可以配米也可以立菜 像是沉湯才是蒸魚定料理 都需要用酒粿來增加氣味 加上幾天用傳統古法來時 特別符合中部的口味 所以小褲的主要量很大 也很感謝小褲的婆婆媽 有大家到三天 這次每年都吃到一米味的酒粿 到中華新聞也很豪華 新港菜很豪華